身着枝花长衣 坠珠垂玲腰群 顶着传统头饰 葛玛兰族人在文化异象柱前 开心合影留念 葛玛兰纪念公园 坐落于花莲新城乡 是19世纪葛玛兰族 从宜兰迁徙到花莲后的聚落位置 如今文化异象柱的建立 让后人了解族群历史轨迹 因为有这个路口 那个接牌之后 我们要让大家都了解 这其实有族群 都是以前在那边生活过 让大家认识 它是有帮助的 据圆明会资料显示 葛玛兰族人原先落脚蓝阳平原 19世纪迁居花莲新城后 人口数一度高达6000人 在1878年加里院战争中 葛玛兰族与萨奇拉雅族 共同抵御清朝军队 然而族群势力遭到瓦解 眼前的文化异象柱 就是要纪念这段历史 而且它面向的是 国乎里萨奇拉雅部落的基地 就是当时在1878年的时候 共同抵御清兵 这是有鼎估的 据内政部统计 全台湾葛玛兰族人 仅有1579位 而花莲则有600多名 他们的先人 19世纪自南洋平原 迁徙到花莲 曾历经著名的家里院战争 为了纪念这段过往 花莲新城乡 自2022年筹建 葛玛兰纪念公园 与文化异象柱 去年底也正式完工 为族群迁徙留下历史记录 远近卫视江边院 花莲采访报道 嗯啊 嗯啊 感谢观看